哈喽大家好 我最近一直在剪辑以前的素材 总算把里奖纳的作业补得差不多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来到了里奖纳市区最有名的 当然也是我最爱的景点之一 瓦斯卡纳湖 关注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我来自杭州 在那里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 我喜欢瓦斯卡纳湖 也喜欢西湖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湖 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可以畅通五组的环湖一周 湖边的路都是通的 也不用门票 很多大学也会有自己的校湖 我的母校也有 我喜欢瓦斯卡纳湖和校湖 因为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人不多 很安静 你可以在湖边随心所欲的走走停停 欣赏仿佛专属于你的美景 大家在我以前介绍议会大厦的视频中 应该就看到过瓦斯卡纳湖 那从议会大厦那边 有两个相对比较热闹的入口 一个就是在议会大厦门口 在那里停好车 就可以走过去散步 另一个选择是把车停在 萨省皇家博物馆停车场 然后穿过一片大草坪 走到湖边散步 那对于我来说 从这两个地方走过去 你就仿佛到了外溪湖 那我更喜欢从这期视频的 这个停车场进入 在我看来这里就是里溪湖 要比外溪湖更安静 请原谅我把背景音调大 真的 来到大温地区后 我很少能听到这么干净的环境音了 那么整个地方 我再来订阅一下 这边和海维也有点 这个地方 永久的地方 成功的阻力 就是对这边的地方 尴尔白餐 几个小제 这么多天 我以为 全身体的心培 这边 看 从这个角度是阁湖看到议会大厦 对了 这里的原住民应该是加拿大鹅 他们的领地意识可强了 我只能收起手机 以最小动静pass他们 这个视频是在2021年8月底拍的 大鹅们应该已经在讨论迁徙的事宜了 我只是打扰了他们的会议 如果是初夏过来 他们的脾气会更暴躁 来这里离瓦斯卡纳湖 唯一要注意的一点 离让大鹅避免冲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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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加拿大动画片《汪汪队》 里面经常出镜的海鸥 我们叫它贼鸥 亦是因为没有海的地方 也经常看到它们 而是因为只要见到好吃的 就不怎么怕人 会偷吃 最喜欢吃的是薯片 当然还有小鱼 我们喂过 沃斯卡纳湖也是挺大的 感觉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以前我的老师Royne先生 曾经计划带我们逛沃斯卡纳湖 他说这个湖一路走过去都是故事 事实上他也是每年会组织新来的华人 参观李贾纳有名的景点 介绍萨沈 介绍李贾纳 大家可以翻看之前 介绍萨沈皇家博物馆的视频 全英文哦 但是很有意思 听力可以的话 很容易就跟着他的介绍 把博物馆就逛完了 一点也不觉得无聊 前年因为我们去了加东 没能参加他的旅行团 去年 Royne先生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 身体条件不允许他 在这样长时间的边走边说 这应该就是我留在李贾纳最大的遗憾吧 我留在家里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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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条路走应该就是走到大路上 去到外瓦斯卡纳湖了 我们继续沿着李瓦斯卡纳湖走 我们又走到了另一个停车场 这里应该就是每年七月李贾纳龙州节举办的地方 听说很热闹 也是因为疫情暂停了 我也没能亲身感受 太后大家留在家里面有 realiz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唉,继续往前走吧 这里就是福布斯基金会游乐区 我不知道这个福布斯是不是那个福布斯 有时候这里有露天电影 冬天的时候也会把这里整成室外冰场 这上面就是一家湖景餐厅 对于这家餐厅我们倒是没有留遗憾 坐在了最好的位置 花钱点了烤火 还尝试了他们家的招牌Bard 就是四种不同的Ham 配四种不同的Cheese 不能说味道不好 只能说我的舌头不适应 司机说因为我们没有点红酒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当时消费了一百多刀吧 司机说千元以下 享受楼外楼的位置 服务及餐点 很划算了 那还是我们第一次在李贾纳 Local餐厅点单 也算是很有意义的了 再见了 WASKANA湖 再见了 李贾纳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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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